第二阶段疫苗接种计划即将展开之际 人力资源部也捎来了最新消息 宣布同意但是不强制雇主 让员工放假一天施打疫苗 人力资源部长杜斯里沙拉网南表示 无论如何是否安排假期交由雇主决定 政府无法为此提供特别假期 因为每个人接种疫苗的时间表都不同 科医部长凯里早前曾经建议 人力部强制雇主让需要接种疫苗的员工放假 以确保雇主允许雇员赴约接种疫苗